各位現場觀眾和看直播的觀眾,你們好,我是Hugo 歡迎大家收看香港Pokemon電玩賽貴宗賽的八強賽 今次是一場港台的對戰 左手方是阿Kym 即是阿小火,左手方是阿小火 右手邊是來自韓國的阿Kym 首先介紹一下他們兩個隊伍 首先小火的隊伍,如果昨天有來看的話 應該都知道是一隊非常獨特的隊伍 竟然會帶上山河蜻蜓 貝貝龍和金魚王是比較少見的精靈 我們昨天雙方都已經在初賽時遇見過 所以都見到他們兩個選擇,選得非常快 因為小火那隊是屬於一隊非常講求運氣和獨特性的隊伍 是一個非常有趣和下心思過的有趣 首先見到小火那邊的手法是沙漠蜻蜓和貝貝龍 另一邊見到阿Kym的手法是風神圈再加李如龍 阿Kym,右手邊的韓國人都很清楚都知道 現在很需要積極的進攻 因為小火那隊是非常講求運氣的 當他運氣得好你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連續好幾下就擊破到自己的精靈 所以現在都選擇一個比較進擊性的打法 到底阿Kym會怎樣應對這個對手呢? 真的非常令人好奇 因為始終小火的隊伍也是一個非常多運氣的招式 例如這些絕對靈度、地裂、獨角轉這些高難度招式 他都被精靈學上了 這些招式全部30%才會命中 但傷害就非常之高 高度可以將對手的精靈一擊必殺 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給小火用30%命中的技能打中 雖然兩位在初賽都見過 但選精靈也用了10秒就選了 但選招又用了很多秒 首先看到鳳神園做個保護 看來都是想摸一下PP 然後看到背部龍做了一個保護 然後看到大地之力 由沙漠星庭打出來 打不到 然後李魚龍上這個時候做了一個龍舞 非常之漂亮的一個龍舞 始終對手 即小火那邊完全沒有打算攻擊過李魚龍 再者背部龍也做了一個保護 這個保護完全甚麼都打不到 而阿KIM的鳳神圈就保護了一個大地之力 是一個非常之漂亮的一個保護 暫時來看小火這邊 有一點點因為剛剛胡合的優勢就讓了給對面 省尾變成一個五五波之餘 但還是阿KIM那邊拿到一個比較大的優勢 阿KIM的朋友也都幫阿KIM打氣 現在看到鳳神圈組織的Helping Hand 看來阿KIM都想做一個比較大的傷害 現在看到沙漠星庭一個大地之力 打在鳳神圈裡 約摩扣了七成血至六成血 然後利魚龍就一個高速的衝撥步 打下去沙漠星庭 直接秒殺沙漠星庭 然後就會看到背部龍 用了這個光兵打下去的利魚龍 到底是否秒殺到利魚龍呢 直接秒殺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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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很少的血量 利魚龍直接根性頂住了 剛剛四倍傷害的光兵 現在阿KIM還可以保留一隻龍 沒有了的利魚龍 留在牆上 然後現在看到小火 換上了鼻雷針的金魚王 應該是想做一個輸出的 但怎樣處理一隻龍 沒有了的利魚龍呢 還有少少血打下去 好像這樣 你不打下去 有牠站在牆上就很麻煩 另一邊還有一隻Helping Hand的鳳神犬 其實暫時來說 都看到小火這邊是比較頭痛 即使牠沒有用到一擊必殺技 都是比較麻煩 現在在現場留言 都看到阿KIM的朋友 都努力幫牠打氣 這個網上直播的留言吧 現在看到貝貝龍又收走了 出了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是煤炭龜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難道就是為了放情 會不會變相幫助對手的鳳神犬呢 鳳神犬這個時候又打回一個保護 也是想打回一個保守的打法 然後現在看到技彈出來 應該就是由 What 原來看到這個李魚龍 打了一個飛行set 到底是什麼飛行招呢 我沒有記錯 應該學不到飛跳吧 還是學到飛跳的 學到飛跳的 學到嗎 好了 現在看到李魚龍一個set的飛行set 飛跳來的 直接打到金魚王 到底可否因為龍武一下 直接秒殺了金魚王呢 沒錯 直接秒殺了金魚王 直接帶走第二隻 為了不讓小火一擊必殺的招式打得中 就很用力地用強化和高節奏的打法 直接展壓著小火 連小火連攻擊的機會都沒有 而貝貝龍一直保護和換走 但是 阿堅完全沒有想過你的貝貝龍 打算放在一旁 最後才處理 而小火就一直保護自己的貝貝龍 看來都是浪費了很多自己的心機 變了一直被人打 沒有打到人 看到這個李魚龍做了磁龍武之後 剩下一點血 依然可以做到很多輸出 連續殺了兩隻精靈 這隻鳳神犬一直都做到東西 在旁邊就是 開保護都吸引不少的傷害 阻擋著小火的攻擊 到底大家會怎樣想呢 首先看到煤炭龜做回保護 看來都是怕這個李魚龍 然後看到衝瀑布 由李魚龍打出來 當然擋住了 然後看到一個火焰 刺驗衝鋒 直接打了貝貝龍 打到很大的傷害 直接扣八成血的血量 鳳神犬這個時候剩下一滴血 發動了五血十血 五十血的果實 回復了大量的血量 現在內疚性都拿回了 現在大家一起開餐 先不要打架 開完生死衣飽套再打 好了 再次看到光兵打出來 直接收走了這個李魚龍 現在精靈的比數 追回到2比3 不知道小火有沒有機會 用他的神奇的招式 追回這個節奏 始終這一家 其實剛剛 為什麼鳳神犬的招式 可以打到貝貝龍這麼多呢 真是多得煤炭龜的晴天天氣 幫助到這個鳳神犬的招式 增加傷害 這時候看到阿KIM 這時候換了卡帕 卡帕明明 這個電系的守護神 上了場 難怪阿KIM 剛剛一直都不理貝貝龍 因為後面根本就有貝貝龍 還有一個大黑星 留一會兒再處理 他都不遲 這個煤炭龜和貝貝龍 都屬於一些速度比較慢的精靈 看來都要比來自韓國的阿KIM 首先用一個輸出打 打打才可以再做到一些事情 好 這個時候看到卡帕明明做好保護 這個非常漂亮 獨森到底會不會是 好 現在看到煤炭龜油 是不是蓮寶來的 蓮寶來的 現在看到鳳神犬 再來一個火焰推 哎呀小火 你到底做了什麼 完全 你做的防守的手段都沒有 然後這個時候 雖然貝貝龍很好地 有根性 剩下非常少的血量 但鳳神犬也不倒輸 令到這個 中了 不中了 一定當到的 那麼貝貝龍 剩下少少血量的情況下 但是燒傷了 燒傷了 每個回合都會 扣這個 都會扣這個十六分之一的血量 所以就沒辦法了 現在只剩下一隻精靈 我想都是沒有辦法去救 留意一下 今天的miss season的賽事 貴中賽賽事 就會打三盤兩勝祭 而另一邊打的超級挑戰賽 就會打一盤過 打到這個淘汰賽的時候 也都會轉為三盤兩勝 所以要打什麼賽事的話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上面的中文字和文字 和右上角的logo都會不同 黃色就是超級挑戰賽PC 如果是紫藍色這個 就是miss season sold down 一個貴中賽的 看來剛剛 小火的獨心和部署 都一直都被人看穿了 每一下的動作 都一直完全是 沒有什麼作為 換來換去 保護 根本人家都沒想過打你 所以看來小火 我需要在下場做一定的調整 如果調整得不好 很容易就會被阿KIM 繼續玩弄在掌心之中 現在看回阿KIM那隊 因為剛剛他們兩邊都用了十秒去挑戰 都看不清楚阿KIM那隊 阿KIM那隊是雙威客 還有避雷針做巴克明明 既然跟紫藖劍 雙弈雙電雙威客 這個盡量都頗為可以高達 呀可以在 依賴著威客去做聯防外 photos 還可以很適合 還有夠裝成的andi 看來應該可以 考慮一下試一下 這種隊伍 如果你至少有進攻型那個朋友 好 等下特地選擇手臂,就要選擇 好了,第二場的八強賽正式開始 再次介紹一下雙方的玩家 左手方就是香港的老玩家小火 右手邊就是來自韓國的Kim 他是這個世界賽的選手 因為去年世界賽的選手 前年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也是今年來到香港 好了,首先看到小火那邊 做了一個煤炭龜渣麥喬的手法 而另一邊看到Kim的手法跟剛剛完全不同 即是剛剛的手法這麼成功 他也轉了一個打法 還有一個紫魚劍再加李如龍做一個手法 到底有什麼法學效應呢?非常之期待 最好奇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最好奇就是小火會怎樣處理 剛剛完全克制著他的李如龍 剛剛都看到李如龍用了龍武之後 一直都可以壓制著小火那邊的陣容 每一下都看到小火都 不是用太多時間思考 都是靠直覺去戰鬥 到底會有什麼表演呢? 雙方比較慢 雙方比較慢 一整隊都慢 除了一隻 紫魚劍和三百星 好 首先看到Kim就把他的紫魚劍收回 看來也是怕火系的煤炭龜 所以就用了一個抗火系的火系精靈 風神犬 可以為火系招式擋住 但是煤炭龜這個時候 也是很穩固的可以保護 看來他也是非常之害怕 現在另一邊就看到 李如龍用了飛掉 飛了上去 暫時飛開攻擊 然後這個時候 Mimiki就做了一個氣控 非常之漂亮的一個部署 但是李如龍現在就躲在天空上面 因為剛剛Mimiki所用的招式 叫做氣法空間 效果就是將未來的四個回合內 所有精靈的行動次序會調轉 所以原本龜這麼慢的精靈 就變得兔子這麼快 原本像李如龍這麼快 就變分龜這麼慢 所以李如龍剛剛用的飛跳 跳了上去之後 即將會在未來的回合 非常之厚的階段 才會掉下來 就可以避開 原本很慢 但很高輸出的煤炭龜的攻擊 所以 KIM這一波也是非常之漂亮 完全看出到 這個小火 是打算做這個被動的打法 現在看到煤炭龜 就打了一個噴火出來 只是打到鳳神犬 扣了藥膜三成左右的傷害 然後Mimiki再用一個影子爪 還有多過50%血量 那鳳神犬 趁這個晴天的時候 就使用了這個煤炭蔥狀 破壞了Mimiki的替身 也都看到Mimiki的速度是非常慢 然後呢 我們還會看到李如龍由天通回來了 回來打到煤炭龜 扣了都不錯的傷害 因為始終這個煤炭龜 剛剛大家看到的 火山爆發這個招式 是根據自己血量的百分比 而計算的傷害 簡單來說 血量越多的時候 傷害越高 剛剛被扣到血量之後 噴火的威力都會下降 而且 KIM的精靈 是水系和火系 火山爆發這個招式 是火系的招式 對於水系和火系的精靈 並不是說真的非常大有效 暫時來說 都看到一個大劣勢 而且始終KIM的一個雙威嚇 令到Mimiki的傷害大減 當一隻精靈經過兩次威嚇的時候 攻擊力會足足減一半 即是原本你一下打死人 你那一下會扣一半 現在看到KIM的鳳神圈做了一個保護 然後我們再次看到煤炭龜 使用火山爆發打過去 剛剛受到鯉魚龍的飛跳 應該不會做到太大的傷害 對於鯉魚龍來說 就扣到非常之少 然後再次看到影子爪 直接打到鯉魚龍 也扣到非常之少 鯉魚龍再次使用飛跳 打算用這個跳來跳去 拖走氣空 看來小火這刻都很麻煩 所以大家記得 裝上一招岩斌 就可以打到天空上面的精靈 知道嗎 好 這個時候就看到煤炭龜做回一個保護 因為都比較怕鯉魚龍 然後看到咪咪喬 就一個影子爪打到鳳神圈 然後繼續拗痕 現在看到鳳神圈使用烈焰衝撞打到咪咪喬 那現在有煤炭龜晨天之下 竟然打不死咪咪喬 這隻咪咪喬的防力非常之高 但是因為烈焰衝撞的反噬效果 令到自己受到傷害的時候 就會回復回血量 那麼鯉魚龍這時候 跌回來了 就打在咪咪喬龜那邊 因為咪咪喬龜使用了保護 攻擊亦無效了 哎呀非常可惜 我覺得咪咪喬沒有死 因為咪咪喬其實現在是卡牆的 看到小火是不太想換後面的精靈上來 但是現在咪咪喬就 又一直死不去 那麼這個時候再次看到 再次看到煤炭龜使用火山爆發 哇這個傷害突然間高了 那麼魚無魚影是一個暴擊 而影子鑽打出來 到底是否帶來李魚龍那邊 不是啊是鳳神圈 那現在阿KIM的兩邊的精靈 雖然是殘血 但是仍然留在牆上 火焰可以再次打出來了 那麼打到咪咪喬那邊 那麼看來阿KIM都是不想小火 可以再次有發動這個欺騙空間的機會 跟著鳳神圈有一點反噬效果 李魚龍趁這個時候因為欺騙空間 所以是時候開個龍舞 待會就吵你一群人 那麼現在看來小火那邊都幾麻煩 晴天和欺騙空間的效果也都完了 烏龜也都由兔仔那麼快又變回到好慢 那麼小火在這個時候 就派上了這個沙漠蜻蜓上來 那沙漠蜻蜓呢 小火左裝的道具就叫速度維根 效果就是速度會成1.5 但是使用完招式之後 就會只固定只用一招招式 那就不可以再變來變去用其他招 而阿KIM那邊的李魚龍 雖然做了一次龍舞 但是在上一場的時候 也都看到李魚龍在一次龍舞之後 雖然會加速 但是也是不夠小火的沙漠蜻蜓快的 那麼到底阿KIM會怎樣應對呢 始終現在兩隻精靈都是殘血的 沙漠蜻蜓這個時候這麼高速 隨時都可以處理到阿KIM兩邊的精靈的 所以暫時那個小火也都未說是完全輸了 還有得逆轉的 那麼希望可以看到香港這方就可以有機會 即是有些面子啊 不要讓韓國這邊直接直接打倒 好吧 看到小火這個時候就收走了煤炭龜 派上了這個被雷針的這個金魚王 然後呢 現在就看到這個鳳城園做了一個HELPING HAND 好了 現在看到沙漠蜻蜓的龍星群打出來了 沒有錯過 剛剛做了HELPING HAND的李魚龍 非常之靈 處理了剛剛這隻李魚龍 雖然李魚龍做了一下龍舞 但是被人處理了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阿KIM剛剛所做的輔助技能HELPING HAND 就是可以令到隊友的傷害多了50%傷害 但是因為你魚龍被人處理了 所以呢 所以剛剛是完全是沒有做過任何事情的 嘩 那阿KIM這個時候就派出一個非常之高速的子羽劍 那對於草 因為它是一隻非常之高輸出的草系精靈 那對於水系的金魚王來說呢 其實是非常之大壓力的 而另一邊的傷 小火另一邊的這個沙漠蜻蜓 因為剛剛使用完龍星群 龍星群是一招最強的龍系招式來的 但是使用完之後就會有一個副效果的 那就會令到之後的自己的特殊攻擊力就下降了 所以小火呢這個時候呢 一般來說都會回收一隻沙漠蜻蜓 收回到精靈圓球裡面 等著沙漠蜻蜓休息一休息一休息 那就可以回復能力先 然後趁這個時候呢就派上了這個 呃... 一招帶走了 然後呢 再發動了一個二獸提升特性 因為二獸提升特性呢 這個效果就是 當他可以擊敗精靈的時候呢 那麼他最高的可能力會提升 也就是現在呢 這個紫魚劍的物理輸出會提升了 那麼小火這個時候呢 再次派出他的... 這個... 這個山漠蜻蜓上來 那其實... 未至於完全不能打 因為還有這個... 回碳龜去處理這個紫魚劍 但是留意一下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知道這個 這個山漠蜻蜓的那個... 道具是這個束磚 簡單一點來說呢 其實他現在呢 就是不能用保護 現在是完全受制於... 就是阿Kym那邊的紫魚劍的 那麼這個時候如果... 如果阿Kym那邊 鳳神圓做個保護 然後紫魚劍一下打過去呢 那就很麻煩了 但是這個時候 紫魚劍竟然做了個保護 而阿Kym竟然打了個被動的打法 那麼這個時候 看到山漠蜻蜓做了一個火焰火石 完全沒有效 那麼鳳神圓非常之美 直接... 完全毒中了小火 一個火焰推 那麼打了一個山漠蜻蜓 扣了一個非常不受的傷害 而且還可以留在牆上面 那麼現在看到煤炭龜就使用了一個熱風 然後打了一個 是不是殺到這個鳳神圓呢 好!剛剛好打死啊 暫時來看小火 可能還有少少少少少少機會逆轉到的 如果他可以過到KARPOP KARPOP 明明守護神的這一關 這個完全對他來說 應該是今天的大思議 因為這隻 KARPOP 應該對於小火來說 是有極之大的威脅 我相信小火這家應該非常後悔 剛剛他選擇了使用火焰放射 而不是大地之力 因為他剛剛是使用了這個大地之力的話 他現在應該會對KIM 造成一個非常之大的壓力 但是現在呢 暫時來看就可能會有點頭痛了 好! 這個時候呢 就看到智慧劍做了一個蓮補 打得非常之被動 然後三火清靈做了一個火焰放射 就能打回剛剛蓮補了的智慧劍 然後呢 KARPOP 一個十萬伏特 處理了這個火焰龜 Oh my God 非常之美一下的KIM 因為他完全很清楚自己知道了 他自己的這個子魚劍呢 是受制於這個火焰 所以三火清靈打過去呢 是非常之高風險 所以其實他不保護 其實是沒有其他招可以選擇的了 他真正的Winning condition 就是依賴著自己的這個KARPOP KARPOP 去處理對手 那也因為剛剛呢 他受到一下火焰衝鋒的影響呢 他現在完全是沒有機會 在妖精閃光下生存了 那麼妖精閃光打出來了 到底是不是有 希望呢 是沒有的 非常之精彩的對戰 雖然小火竟然沒有用到任何 一招絕招 恭喜KIM 今天成功晉身四強 非常厲害 有外籍PAR打到這麼高 這麼好的成績 那麼 期待他 待會有機會再贏 在決賽再見 那麼 現在暫時來到這裡 我們待會見 拜拜 我們到處理會 我先來想請 那是 我們在今 一邊 你不見 你來不見